台湾捷运绿线11月21号发生连接器轴心断裂 台湾市政府积极要求下施工单位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车辆原厂穿起重工进行扩大检测 11号市府收到报告之后 市长卢秀燕认为唯有安全才能通车 因此14号这一天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通车日起延后 也向全体市民来道歉 为了安全 我们决定原定这个月19号的台中捷运绿线通车典礼要取消 经过台中市政府多次会议的要求 台北捷运局和川崎重工 虽然提出了台中捷运绿线故障的原因和修复其成 但是我们仍然存有疑虑 我们认为故障的原因尚未完全厘清 预估的修复期前也过于乐观 交通局表示 依据委托厂商SGS检测结果显示 断裂的连接器轴心在降幅强度 抗拉强度都不符合设计标准 质疑并非个案问题 要求再次扩大检测 也认为北捷局预定的修复其成过于乐观 强调是否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 为了安全 宁可延后 强幅强度 抗拉强度 因为都比我们的设计的标准都还略低 所以这代表是可能材料上面的确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引发这个断裂的可能 那当然我们觉得这只是一支断裂的轴心送去检验 那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个案或通案 所以这块我们也请北捷局跟川崎 必须要针对合格件 就是没有断裂的部分 另外再补送一支去做这些相关的材料检验 卢市长指出 北捷局与川崎重工提出的检测结果与解决方案 无法使市府安心 为此市府将成立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 未来需要经过委员会认可之后 市府才会讨论通车日期 记得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